大家好,我是雯雯,今天要來看一下兩款高階的道服 這個是MOTO的,然後這是愛迪達的 OK,那這個MOTO的這一款是 Extella的雞刃6 然後呢,愛迪達的這一款是 看不出來是什麼東西 有啦,RD Fighter 就是肩膀上面有三條性的道服 好,那我們先來開箱MOTO的吧 因為這一款MOTO的道服 問問我幫你買的這個是140的 對,140,因為他說MOTO的板子會比一般的尺寸大 所以我們這次買140的 很輕嗎?很輕嗎? 然後你看一下,轉過來看一下它的背的地方 背的那地方有一個透氣的設計 褲子怎麼樣?褲子也是輕,感覺很輕嗎? 嗯 好,那你穿起來,你先把它穿起來看看吧 你看現在這個是,溫溫的身高是152 然後穿140的Extella6 看起來還是有點大 所以它的板型真的是比較大 好低喔 剃看看,OK嗎? 我現在沒拿幾個剃看看 輕輕的就好了 很輕 很輕嗎?很舒服嗎? 現在這件是Artifighter的160公分的尺寸 因為它最小件就是160 所以買不到150的 那其實長度看起來稍微有點大 然後這件問問怎麼樣 這件跟MOTO比起來怎麼樣 對,比較輕一點 這件更輕嗎? 而且我發現它裡面的 有那個材質點點的很舒服 對不對 對不對 點點點點 然後它的 它的瓦基還有透氣網 然後它的這個 這個大腿內側 也有這個透氣網 那褲子疊在一起 MOTO 140跟Artifighter 比較起來 會就是有差一點 但是衣服來講的話 差一點點而已 長度 長度是都沒有差 但是寬度就差一點點 所以 MOTO的板子會比較 它的板型會比較大 如果150公分的人要穿的話 要買140公分才可以 才剛好 才剛好 這個好看 那MOTO的 對鏈道服跟 Artifighter的對鏈道服 你都穿過了 你覺得 哪一件比較好穿? ID大的 你覺得ID大的比較好穿 為什麼? 因為比較輕 比較透氣 比較輕 可是我也覺得MOTO的也很輕啊 其實就是很輕啊 可是 Artifighter裡面 一點一點的 你覺得怎麼樣? 它的布裡面 貼近皮膚的地方 有一點一點的 感覺沒什麼用 感覺沒什麼用 它那個 它那個目的是 不要讓你的皮膚 直接貼 那個 那個 倒服的布 不要直接貼在皮膚上 所以你的結論是 Artifighter比較好穿 好 這基本上差不多 差不多 MOTO也很輕 可是它那個 Artifighter 有三條線很酷 而且在比賽的時候 肩膀裡面還有腳的三條線 就很好認出 是你 好啦 那所以你比較喜歡Artifighter 這Artifighter現在對我的腳太大了 現在還太大了 對啊 沒辦法 因為Artifighter最小耗的就是 一百六十公分 因為你現在還有一百五 矮冬瓜 所以還差一點點 那就先穿MOTO的囉 好啦 那這影片到這裡囉